大家早安大家好 台湾今天受到封面的影响 目前在北部地区雨势是蛮大的 其中在新竹已经有出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 那我们预计今天白天是这波降雨比较明显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呢 雨势还是比较大 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是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 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并且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提醒大家要持续留意降雨的情形 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到目前云系发展的状况 回波图上面看到有颜色的地方就是会下雨的区域 那根据今天早上资料上来看的话 封面大概已经来到了台湾海峡北部 以及在台湾北端的陆地上面了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从昨天清晨开始 在台湾海峡北部一直到北部地区 这边云系发展的是相当的旺盛 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云系不断的从台湾海峡北部发展起来 并且随着高峰的风往台湾北部地区这边移动过来 因此在连续性的对楼包一直影响到我们的时候 出现了比较大的降雨 尤其是在新竹地区降雨上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先从过去一段时间的累积雨量上面来看 那在今天目前到现在 今天早上9点的累积雨量图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都还是集中在北部地区 尤其是在桃园新竹跟苗栗这个地方降雨上是最大的 那根据这段时间累积雨量我们要特别提醒 短延时强降雨的现象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在新竹县的新工厢 三小时累积雨量有超过200毫米 另外24小时累积雨量一直到今天早上9点也超过350毫米了 拿到大豪雨的标准 另外在新竹市的东区也是有三小时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 所以这两个地方大豪雨的状况在今天是已经达标的情形 那我们再回到雷达回坡路上面来看一下之后降雨的情形 那封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在今天的白天北部地区的降雨的话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那封面在今天白天有机会稍稍往南下一点点 所以降雨的区域有可能会往中部地区扩产 那另外是在南部的这个地方的话 虽然封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持续有西南风带来一些水汽移入 所以在云林以南的这个地方会有断断续续的有些短暂的雷雨 短暂的雷震雨的情形 那当中也有可能伴随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我们从未来各六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降雨发展的情形 我们先从左上角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大概是今天上午 一直到今天中午前后发展的雨势的情形 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当然还是集中在北部地区 也就是封面影响的地方 但随着封面往南移动有机会会往台中 中部地区慢慢的扩展下来 而到了今天的下半天 我们可以看到封面的话 这结构上北部地区的降雨的话 有机会稍微趋缓一些些 但是要留意在中南部 刚刚有提到西南风带来一些水汽的现象 所以在中午过后的话 可能在接近山区 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短暂雷震雨的情形 当中也不乏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比较大的雨势出现了 那到左下角这张也就是入夜之后 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那在未来这几天的降雨的状况的话 我们先从天气预测图上面来看到 接下来几天天气的演变情形 这个是今天的地面天气图 可以看到封面就在我们台湾上空 那时间的话会来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封面往东移动之后 另外一道封面在华南这边发展起来 那我们预计这道封面大概在礼拜一的晚上 又会逐渐的影响到台湾这边 所以在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 我们预期又会是另外一波降雨的高峰 要提醒大家留意 那从降雨的趋势图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礼拜六到礼拜天的白天水气上算是比较少的 不过各地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尤其在礼拜天封面逐渐接近的时候 其实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那各地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现象 提醒大家要注意 下一波降雨高峰 预计会发生在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的清晨这一段时间 第二道封面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 将会为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 这当中在礼拜二十二号晚上到二十三号清晨 雨事实上是比较明显的 那时间来到了二十四号 封面逐渐远离之后 各地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下来 天气上也会恢复到比较稳定的情形 最后我们要提醒 就是二十二号晚到二十三号 因为封面影响到我们有一些东北风下来 所以北陆地区天气上是有比较偏凉的情形 那其他天的话大致上是舒适或比较温暖的状态 所以最后带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白天算是一波降雨的高峰了 那在白天的话以北部为主 有机会稍微往中部扩展 那南部的话受到西南风带来一些 短暂震雨或雷雨当中 也还是可能会伴随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今天晚上开始降雨会趋缓 大概会维持到礼拜六 还是有一些水气在 但是雨时是趋缓的 礼拜天封面逐渐接近 所以降雨又会逐渐的增多 下一波降雨的高峰会是在礼拜天晚上 一直到会是在22号晚上 一直到23号清晨 那在雷雨的部分要特别留意 那北台湾天气会有转阳的状况 那在这一段时间 周末的话金门跟马祖 可能会有些浓温的情形 那在台东大 我在礼拜天礼拜一会有些焚泵状况 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以上的话是未来一周天气的说明 是这一天气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